謝謝主席 辛苦了 我先請我們陳主任 好 陳主任 主任早安 我直接就我長期催生推動倡議的災害防救法的修法 也已經完成了把火山災害 也就是本席的大屯火山我的選區 不只攸關士林北投的安全 更是大台北的安全 那災害防救法修法之後 下一步要做的 依據災防法的22條 我們要有災害潛勢地圖的建立下一頁 那我等了很久 望川秋水何時上限 來 主任 災害潛勢地圖何時上限到位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災害潛勢地圖的主管機關是中央地址雕頭 對 我知道 你們要跟經濟部合作 沒有 OK 每一次他的開會 我們都有參與 去年的9月份 好 你告訴我結論 我一路追蹤 我希望今天可以得到一個 是 非常謝謝委員 就是因為委員有追蹤嘛 所以他們也是加緊腳步啊 我老實講 我們當然也是把委員的訊息啊 傳達給他們 所以預計何時上限 這是科技防災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是是 其實啊 他上一次9月份開會的時候 我們參與了 那他把整個圖字的調整 應該很快 我覺得應該是很快啦 應該很快就這兩個月內可以完成吧 我想應該 目標 好 今年6月完成好嗎 下一頁 因為有災害潛勢地圖的建制 才能夠進一步也把火山災害 列入國家災害告警系統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問題 如果6月以前我們災害展示地圖 潛勢地圖上線了 建制完成了 我們一樣 未來的火山災害 就如同我們會收到簡訊 疫情通知機關署現在做得很好 旅遊升級 疫情也都可以透過這個告警系統告知國人 所以也目標在6月前好嗎 請持續跟經濟部相關的還有內政部 還有交通部我都知道 好不好 因為你是我們科技防災中心的主任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如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的話 我們當日即使公佈 好 下一頁 所以呢 連著如果我們的告警系統把火山災害納入 那同樣的我們的line 災防中心的line 就不會讓火山災害是outside了 對不對 可以同步完成建制 我在這提醒一下 我們國家在防救科技中心的這一套系統 很好 我常在用 現在是112萬的使用者 好 我對應一下 現在幾管家是210萬 我們有相當 因為我們是一個整合性的 是不是 我們能夠迎頭趕上好嗎 好 那我接著進入下一個主題 我另外請國教署的彭署長 還有我們行政院在防救辦公室的王副主任 來 您也請主任不要回去 好 謝謝 好 設計導入 讓防災教育更生活更實用更便利更吸引人 我要從某件事談起下一頁 署長 你先看喔 這個是什麼 你前面有螢幕啦 你前面有螢幕 這是什麼 從某件事談起這是什麼 防災避難包 防災避難包正確答案 好 王副主任 你家有沒有 防災包 我們因為參與很多的演練 所以 你家有嗎 有 你有幾個 只有一個 你家幾個人 一共四位 所以應當要有四份比較好 署長 你家有沒有防災避難包 我們的是有 但是比較小心 你家有沒有 對 我們家有 比較小心 還有兩個 我們會放在兩個地方 好 陳主任 你家有沒有防災避難包 包括委員 當然有 很好 我家有四個 有四個 很好 謝謝 我告訴大家 我conface一下 我家沒有 范雲委員 你家有嗎 有 你有喔 黃國書委員 你家有嗎 我要問我太太 這就是沒有 有的話 全家都要知道 放在哪裡 怎麼使用 下一頁 防災避難包裡面也有哪些東西呢 署長 也有哪些東西呢 我都洩題了 是 他要有 藥 對不對 保健的 吃的 塗的 外商用的 他要有行動方便的 我們當然要有手機 要有充電器 可以聽廣播的 radio 包括手套啊 包括口罩啊 還有各種食物水 還有避寒用的這個叫做被子 還有雨衣之類的 O-in-one 簡單的衣物也要有 所以防災包大開箱 要有這麼多東西 如果大家不是去買一個市面上販售的完整的 O-in-one的 我們各自要準備也應當知道要準備哪些東西 這都是防災教育很重要的地方下業 我們看日本的防災包 防災食品好多喔 防災的水 除了是五年期的 五年份的 現在進化到那一瓶水可以放七年 各種的防災罐頭 各種口味都有 讓防災救難的時候也能夠稍稍吃得好一點 就是吃的部分下業 你看非常實用 不斷在進化用設計導入 我們上面這個圖是一個預寒的 平常可以當雨衣 不是平常 就災難的時候當雨衣遮蔽還可以防寒 還可以當成一個毯子 睡在地上用 右邊是一個儲水袋 如果災害來臨 你身上又沒有礦泉水 你可以去儲水 它有一定的容量 那個公升數 左下角這個就是簡易的馬桶 我在網路上看過影片怎麼樣測試 如果大家真的在防災沒有辦法的話 你要上廁所可以尿在這個尿袋裡頭 它可以馬上凝固下一頁 這都是防災包的內容 所以日本不斷在精進跟進化跟設計界的合作 連防災包都可以得到Good Design的設計獎 因為它連左邊這個得獎的 因為它連這個包包的本身是防燃的 不會起火燃燒的 右邊甚至針對女性的防災用品 包括它比較輕巧 包括它裡面有手套也是女生的手套 口罩也是女生的手套 這些都是現在應用在產業化跟生活化的防災避難包 下一頁 台灣Uber 副主任 內政部有在宣導 左邊是內政部 右邊是經濟部也在宣導 各自都在講 喔你最好要有 對不對 下一頁 縣市政府也都有在宣導 左邊是台北市 右邊是新北市 都有在宣導 都有海報 下一頁 教育有沒有做 署長 這是我看到你們的一個教材 我的避難包 讓孩子用畫圖的避難包 要有什麼很好 我們教育部的科教館也做了避難包了沒 的防災任務大挑戰 你們教育部這一本啊 Follow Me啊 我都有看啊 裡面介紹了一個美國的一隻狗啊 叫Fred 我不是要講Lulu 我的狗叫Zaza不叫Lulu 我今天要講的這一隻是Fred 美國的狗狗Fred 他就有一個專屬的避難包 很多小朋友在美國 The Kansas 這一週的小朋友說 Fred的狗狗有避難包 Baby Mami為什麼我沒有 這隻狗去做防災教育 他是很有名的防災教育犬 我們有沒有遍地開花 還是大家都知道有防災包 可是到底家裡有沒有 有沒有用 所以我今天的主題是夏業 防災教育就可不可以從家家戶戶 有一個防災包 一人一個防災包 開始呢 而防災包要放在哪裡 出口的地方 容易拿的地方 防災包裡面要放哪些東西 半年要去盤點換製一次 去Check一次 家家戶戶能不能夠就從這個事情開始做呢 如果都沒有 抱歉我們的防災教育是失敗的 今天談了這麼多 我們有科技防災的 有內政部的跨部會的防災辦公室 我們國教署做這麼多文宣品課程 如果連一個防災包都沒有概念 就是失敗的 台灣是很厲害的 我最後秀這張圖啊 這是台灣 Good Design 台灣的設計 他本來是一個年輕人的 在這個折折平台 他原本是做一個pack chair 把後背包在登山的時候 可以拿來當椅子做的一個設計 結果日本在生產防災包的公司看到了 太好了 這就是我們日本防災包希望有的 可以耐壓還有椅子功能的 可以納入防災包的設計 所以日本廠商來請台灣這個pack chair 去設計一個超耐重 可以耐重1000公斤的背包 運用在日本的防災產品化上 台灣有好的設計 台灣有很多設計界不斷在倡議 讓設計來導入 讓防災更生活更有趣 我後面還有很多資料 分享日本的案例 那我今天就點到這 署長 主任 副主任 我們能不能夠家家戶戶 有防災包開始 來做我們的防災教育呢 就這件事情 怎麼做 怎麼分工 應該是行政院跨部會 副主任 小英總統有曾經在臉書上 921去年 29年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總統防災包的大開箱 呼籲 但是點到就為止了 我們針對防災包的這個事情 我會一直追蹤 一個月內跨部會提出一個 具體有效可行 大家都知道都擁有都會用的防災避難包 就像我家會有 這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急救箱一樣 好不好 一個月內 我們一起努力好嗎 好 那國術委員問了你太太了嗎 還沒 謝謝大家加油 謝謝 回去問回去問 好 謝謝 接下來請泛雲委員